中國如果要打台灣 真的需要用到 所謂的太空作戰嗎 我想中國打台灣 如果要用到太空作戰 也是打台灣上面的 美國的軍力 因為比較難纏的部分 那麼以台灣自己本身的軍力狀況 目前還沒有到能夠有航太的 這種軍事對抗的部分的能力 我覺得這不可能是 大砲打小鳥的感覺 應付台灣應該是一回事 但我覺得中國大陸 真的是把他的目光焦點 還是放在美國 好 觀眾朋友 這一集我們持續聚焦 這個美中科技戰持續的延燒 現在到太空領域 那就在中國大陸 昨天成功發射了火箭之後 我們來看到美國目前的反應 其實也沒有太意外 一定會說些什麼 來做一些反制 好 我們先來看到最新這一位 是太空軍中隊指揮官索普忠孝 他表示中國大陸 透過太空取得能力 可用於直接瞄準台灣 好 現在連台灣 也被扯進來這裡面了 他舉例像是利用太空發展 新的飛彈科技 還有用間諜衛星來提高 生修和飛彈的打擊能力 另外一頭來看到這一位 是美國的太空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懷庭 他也坦言說中國大陸在干擾全球定位系統 還有摧毀衛星等 尤其是在反太空的戰力上面 他說已經發展的速度是令人驚嘆了 我們現在也非常的懷疑是說 中共如果真的要打台灣 需要大動作用到太空作戰這麼高科技的戰力嗎 大宗老師怎麼看 應付台灣應該是一回事 但我覺得中國大陸真的是把他的目光焦點還是放在美國 就是在中美整個競爭上 這個太空科技運用是美國真的是比較擔心的地方 大家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在外太空上 第一個是北斗衛星 因為我們非常的理解 從1994年開始發展 歷經20多年 目前已經非常非常完備 早期就是一個 因為它是軍民可以 這個技術是可以合用的 早期是為了要擺脫對美國GPS的依賴 那到目前已經有很長足的進步 那基本上如果北斗的話 運用在軍事上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可以讓中國大陸的 比如說空軍的戰機 在執行任務上 不管是空中加油搜救偵查 低空導航空投都會有更好的表現 那第二個假設是應用在這個攻擊方面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彈道飛彈的攻擊 應該是可以提升它的精準度 那第三還可以結合 比如說像無人機的運用 所以這些是一個北斗 那第二個反衛星 反衛星我不知道各位觀眾 有沒有印象 早在2007年 當時還十幾年前 美國就指稱 中國大陸運用所謂的 開拓者一號火箭 攜帶彈頭 把一個中國大陸認為是 經營報廢的氣象衛星 把它打下來 這距離地表 軌道高度大概865公里 那時候是氣象衛星 風雲一號 這個事件是美國主動揭露 最後中國大陸承認 在當時美國就非常的關鍵地說 其實中國大陸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把其他國家的衛星摧毀 極弱 這是一個 那還有就是目前美國太空軍司令 他們常常在國會聽證裡面會提到 這個中國大陸已經有 具有雷射武器的能力了 可以威脅到美國跟其他國家的衛星 這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是陸基的飛彈 那還有一個就是最近幾年 美國也一直在暗示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在外太空裡面 尤其是低軌道 有很多的太空垃圾 就這麼多年來所累積的 這種報廢的或是一些碎片殘骸 所以在處理太空碎片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發展出一些 它的科技就叫做捕捉技術 就是把這些軌道上的垃圾 把它收集起來 那這個其實被美國認為說 有可能可以很簡單的運用 轉換到對其他國家衛星的一個威脅 因為既然你有這麼高超的 這麼精良的機器手臂 在做這樣的動作 你也可能在軌道上去 對其他國家 担持的可能是美國 對 來製造一些威脅 所以這幾個地方都是美國 在這幾年一講二講三講的 那我覺得後面反映出的是 他認為中國大陸的挑戰 對美國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一些 不管是新聞報導也好 官員的國會作證也好 都是如此 是 好 那上這個剛剛大東老師 已經幫我們講到非常多 這個美國擔憂的部分 在高科技領域 那同樣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你 另外也想要問說 中國如果要打台灣 真的需要用到所謂的太空作戰嗎 我想中國打台灣 如果要用到太空作戰 也是打台灣上面的 美國的軍力 因為比較難產的部分 那麼以台灣自己本身的軍力狀況 目前還沒有到能夠有航太的 這種軍事對抗的部分的能力 我覺得這不可能是 大砲打小鳥的感覺 但整理來說 我覺得我們要注意的部分是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太空的這種軍事戰力 我們在講 太空之間是一個科技的力量 可惜太空轉換變成是軍事實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很吊詭 那麼目前我們看到所有的太空的 科技技術的發展 強調的都是人類的文明 那麼是一個跨領域的 但是在人類當中 我是指包括在整個軍事系統裡頭 我認為太空這個部分 你中國大陸發展的太空的這個科技 你不就是為了要戰力嗎 往軍事的方向走 我想這方面的說法的連結性 或它的割裂性 我覺得大家特別注意 往往也是一些唯人聳聽 或者往往也是一些那麼特意見指 比如說美國方面始終在批評 中國的太空科技力等同太空戰力這件事情 往往就是要跟美國要預算 當然簡單來說 我覺得就是在中國大陸 確實是在整個太空科技力 或剛剛講軍事戰力的發展 始終還是積極直追的 我們也包括先GPS GPS其實發展是在1978年 那麼立刻就打上去 可是北斗衛星是2000年的時候 立刻打上去 但是我們算一算 等同於因為要發展一顆衛星 又有要這樣定位系統 也不是很容易 應該基本上就美國一打上去 那12年中國打上去期間 中國大陸是全中國最好的科技頭腦 都在進行研發 2000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科技力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已經北斗打上去了 而且現在已經不知道是第幾代 第五代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種部分的科技競逐 我們要注意的部分 第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國家預算的投入 國家預算投入為了科技 那麼科技當中轉換成軍事 這個邏輯確實是成立的 所以在這個概念之下 我們剛剛講大眾老師幫我們盤點了 太空戰力 首先第一個 間諜衛星偵測 先從偵測 中國大陸現在有350顆 間諜衛星在進行 所以已經不是當日的無下阿蒙了 已經不是過往 大家覺得輸英美的 間諜衛星的實力 現在是一等一的間諜實力 不會輸美二 其次的部分剛剛講 全球定位當中會幫助了飛彈 比如說原先地對地的飛彈 但是最新的部分的太空戰力是 飛彈飛射到太空 沒有空氣阻力之後 再來接下來攻擊 那這一塊確實就是很新的 所謂變成太空戰力的這個影響 那完全需要太空的科技力 最後談的部分 我認為也就是說在整個太空當中 拉動的所有的科技力量子電腦 未來我認為新的晶片 下一代新的晶片的運算力 包括AI的整合 那我認為這邊雖然是人類地面上 現在晶片跟AI 就股票市場也是最重視的這兩塊 但是這裡頭發動 最後應用到太空力上 科技力轉換成太空軍事力 這個部分的話 我相信中國也會不遑多讓的 好 太空戰力跟太空軍事力 剛剛上次哥幫我們特別提到 所以我們要繼續來看 其實現在美國緊張的 不只是針對中國大陸的 這一些戰力之外 還有來自俄羅斯的 美國跟日本在4月24號這一天 在聯合國的安理會 提出我們畫面上看到的決議案 他也呼籲了所有國家 防止在外太空開發或者是部署 核武或是其他大規模 有殺傷性的武器 這一項決議我們畫面上看到 這個安理會裡面15個成員國 當中13國都是支持的 但是唯一否決的就是哪一個國家 俄羅斯 中國大陸的部分投下的則是棄權票 俄國認為說你們這個決議 根本就太荒謬了 而且是完全是政治化的一個考量 美國則是認為說 這個俄國反對的行為剛好說明了 你根本就有所隱瞞 而且偷偷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看到一邊是俄羅斯他的反控 一邊是美日的這些控訴 到底誰比較有道理 漢廷你怎麼看 其實這是因為在投票之前 美方就已經先指控俄羅斯在太空上要搞核武 要搞這些核子的武器 然後要來做一些攻擊 所以先發動輿論 然後在聯合國提起這個提案 因此這個提案本身就是針對俄羅斯來的 不過大家可能比較沒有關注到的是 在這個提案之前 其實俄羅斯有提一個修正的草案 就目前美國所支持俄羅斯所反對的 是說禁止在太空中有核武 或者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俄羅斯反對 美國就問了你為什麼要反對呢 可是俄羅斯現前提了一個修正 他是說要禁止在太空中所有的武器 結果美國反對 而且七個國家贊成但美國反對 其他就是美國像日本什麼的 也是跟著美國投 這就很有趣了 所以美國指責俄羅斯 你為什麼要反對就是不能夠放核武呢 俄羅斯就反問 為什麼你要反對不能夠放所有的武器呢 因此答案就很簡單了 因為美國沒有在太空中有核武 所以他就不允許 他就可以要俄羅斯不要搞核武 美國自己有太空中其他的武器 所以他就不能夠讓別人限制自己 在太空中有武器 就是如此的雙重標準 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在聯合國過去所公開簽署的 就是外太空條約等相關太空的規範 其實標準的很明確 就是太空中是不能夠有任何 所有軍事相關的設施 就在這個軌道當中 其實跟這個提案是一模一樣 就是大家基本上已經簽了這個條約 包含美國在內 本來是不太需要 就是再提一次這個東西 因為等於脫褲子放屁 多此一舉嘛 大家本來都在這個條約規範內 可是我們看現實層面當中 既然你美國也早就已經同意 但是公開的把太空當成是 所謂的作戰疆域 是哪一國公開界定的 是美國啊 大力在推動外太空軍事化的是哪一個國 還是美國啊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有太空軍 另外一個有太空軍的國家是俄羅斯 其他沒有國家有什麼太空軍的 就公開在外太空搞這些軍事化 說這是我們的作戰疆域 我們要積極的發展 其實是美國 所以美國自己在太空軍有這麼多的部署 然後反過來指責別人 真的只能說是50步笑百步 你看這個所謂的太空軍他還要去指責說 大陸可能用太空的力量 然後來打台灣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點胡扯 為什麼呢 因為比如說中國有太空軍嗎 中國太空軍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說三體看太多 小說裡面才有中國太空軍 解放軍是沒有太空軍的 解放軍裡面的航天部隊 這幹嘛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發射衛星 然後來當宇航員 根本不是來跟美國的太空軍 做什麼一樣的事情 所以俄羅斯也好 美國也好 其實都是50步笑百步 好 美國到底是不是雙標 其實這個答案 剛剛漢婷已經幫我們看到了 我們也來看到 美國現在在持續的警告他的盟友 就說歐洲盟友們 你們不要讓這個俄羅斯 可以在裡面繼續部署 他太空的核電子的脈衝武器 那這個主要用來擊殺的就是人造衛星 這款武器在爆炸的時候 它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波 癱瘓大量商業跟政府的衛星 我們也來看到說這個武器真的運作的話 可能會有多可怕呢 大宗老師怎麼看 對 因為EMP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新穎的概念 因為我們從冷戰結束之後已經談到很多 只是那時候大概沒有想到說是運用在太空上面 外太空上面 那這個也是美國最近隨著這個議案也是相關的 因為美國在釋放說 這個俄羅斯可能在太空部署這樣的武器在軌道當中 應該是從去年到今年 好幾個場合裡面 包括透過媒體披露這樣的一個訊息 因為EMP它是在溝空爆炸 它釋放很立即釋放很大的能量 會對電子設施設備造成很關鍵的影響 所以的確假設運用這樣的技術 而且有效的控制的話 能夠傷敵而不傷我的確會造成一個威脅 但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到底國際經營有沒有類似的一些 國際的條約或規範呢 其實早在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裡面 就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因為那時候被大家視為是個 外太空的類似一個憲法 就是說包括和平使用 還有任何國家你不能主張太空是我的 不能聚集為友 自由探索 國家責任 登記原則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國際合作 環境保護 那還有包括說 你不能在外太空部署軍事基地 包括像月球或其他的型體 也不能在軌道當中部署 像當時當時叫做ABC 就是後來的WMD 大規模毀滅系武器 包括現在所講的核子武器 但是現在我覺得美國是有點把 因為它非常眼中裡面 非常看著俄羅斯跟中俄大陸的一舉一動 所以在他眼中盯得這麼緊 他就會想盡各種辦法 在不管透過聯合國安理會 一種姿態性的或政治性的宣傳 來逼迫投票 剛才漢廷兄已經有提到 但是我覺得這種議題不會停止的 未來不管在安理會或是在美國的國會 或是在任何的國際場域裡面 美國都會緊盯這個東西 大中老師認為是雙標嗎 我應該這樣認為 我覺得每個國家會選取 它對自己最有利的解釋 來詮釋它的行為 或是合法化 正當化自己行為 或是攻擊別人的作為 是 謝謝大中老師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集來關心兩岸的軍力部署的狀況 海軍司令唐華在8日 我們特別看到面板 這個出席了在華府舉行的 這場海空暨太空研討會 華唐他特別說 台美協同的作戰能力 會隨著時間 裝備跟人員改變 他還說這種交流 我們永遠都不會脫鉤 但是我們來看到是根據了 國防院在2023年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所做的研究指出 中共如果對台發動攻擊的話 他說採取包括了空降 基降 還有兩棲登陸 那麼這個兵力的部分將會高達10萬人 首波先來看到兩棲攻台的兵力當中 大約會有3萬名的是空降的 這一些官兵 尤其這當中運20運輸機 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在服役之後 可以來大幅的增加它的空降上面的能量 現在請教大使台美 我們現在剛剛看到這個軍事交流 不管說這個有研討會 或者是交流會 閉門活動等等 趕著上共軍最新的攻台的這些動作 你怎麼看 我覺得就是說跟美國人交流的話 那就是說美國人要告訴台灣這場 兩岸未來戰爭要怎麼打 因為美國是從美國的利益看兩岸戰爭 那這場戰爭要打得夠符合美國的利益 要不然美國也不會打 那美國利益跟台灣的利益 事實上我覺得出入很大 我們過去我們的佛威的防衛計劃 國防部我們的防衛計劃 在美國沒有干預之前 我們是決勝決戰在境外 然後這個致敵攤頭 後面我們就不打了 因為打到台灣的話 基本上這個戰爭沒有什麼意義了 要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 這個我覺得國防部 那個時候是比較專業一點 那也沒有把所謂的 我們叫大船的這個駕駛的舵 交給外國人去處理 那你現在交給美國人的話 美國人的戰略是什麼 就是在烏克蘭的戰略 也就是說要用台灣來拖住 它最大的敵人 中國大陸 那用台灣的土地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最好是能夠把中國大陸拖 三個禮拜 三個月 甚至三年 所以現在在俄烏戰爭你就知道 其實戰爭開打三個禮拜的時候 烏克蘭就希望跟俄羅斯講和 可是美國不同意 美國到現在不同意這段時期 跟烏克蘭之間有任何的這個 所以為什麼 因為俄烏戰爭是要服務美國的利益 要不然美國不會出錢出人出力的 台海戰爭也一樣 美國要在這場戰爭裡面 它要符合著美國的利益 所以你今天去跟美國談 基本上的話 你要接受美國的話 那我們就是變成替美國的利益打工了 中國大陸的戰術有三個基本的 這個考量 第一個打什麼 閃電戰 第二個打什麼 點穴戰 第三個打什麼 打斬首戰 這個我就不深入詳述 我覺得這三個是中國最符合 中國大陸的利益的 可是戰爭之前 在軍事之前 我覺得還有好幾層 我們就是說從最後一層往前推的話 最後一層是什麼 在島外的發生軍事衝突 也就是譬如說 在台海的上空產生空戰 或者台灣海峽有海戰 這個時候造成的所謂的衝擊 我們要考慮台灣的社會承不承擔得住 這個衝擊 也就是說我們國內有一些人說 大陸都玩假的 不敢動 那萬一真的打起來以後 你覺得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衝擊 我想我們在台灣 我們台灣人 我們都很了解台灣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對台灣有什麼衝擊 那另外還有一些 所謂在台島以外的軍事衝突 有三個可能發生的點 有幾個可能發生 第一個我認為東沙有可能 第二個我覺得澎谷有可能 這個不可能一次到位 就以台灣台島為主要的 一個軍事衝突 我們今天打仗 我們主要武器 裝備還是靠美國 美國給你什麼裝備 你打什麼仗 那你要跟美國人 要他來主導台海戰爭的話 那基本上 那就要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從來不會為別人利益 去犧牲一滴血 去浪費一滴錢 他都是為他的利益 然後這一點 如果美國的領導人基本上說 你們去流血為了別人的利益的話 這個美國總統立刻叫 美國老百姓就行他走路了 對 這一點我們我想 這個是古今中外截然 所以我覺得純軍事觀點的話 你要照美國人的話 就是我剛剛提的 可是我會在知軍事觀點 很多一波一波的 兩岸關係惡化以後一波一波 我們考慮到 過去沒有的做法如果有的話 台灣的社會的承擔的能力有多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們看完美國的態度 我們再來看到兩岸軍事上面的部署 我們先來看到空軍部分 因為剛剛提到了中方 它的空軍軍機中最大的軍機 就是這一台運20號 畫面上我們看到 我們先來講到它有很多的細節 但是特別來看到載貨量是66公噸 然後能夠運送的是解放軍最先進的 99A主戰坦 那麼重量達到了58公噸 另一頭我國軍的方面 我們來看到武裝直升機 現在包括了說有這個AHEW的超級眼鏡蛇 另外一個畫面上同樣看到 AH-641的阿帕契守護者 外船可以組建東南亞最精銳的直升機部隊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運20 剛剛說它的運量相當的大 那如果說它要完整的展現它的運輸力 解放軍在首先登陸上面 可能要先克服什麼樣的難關 剛剛看到另外兩台我們台灣的部分 是來自於這個超級眼鏡蛇 跟阿帕契的這一些戰隊 可以有能力來摧毀共軍的主戰坦克嗎 張將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它這一次的 它目前的運20 它一共有80架 那中共對台的這個作戰 我們可以跟它遠戰速勝 首戰決勝 立體垂直上路立體作戰 它是這樣 然後遠程奔襲 運20就是遠程奔襲 它自從換了星巴洞機 它的航程由4500公里提升到7000公里 換句話說這個遊刃友誼 它可以從內陸直接對台灣 使之空降作戰 那剛才大使有講到了 以後這個兩岸的作戰非常簡單 就是閃擊戰 這個閃電戰 閃電戰的斬首 閃電戰的點穴是這個樣 速度 時間非常的快 那這樣的話 它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它可以用火箭炮封控 對重要的軍事的目標 使之摧毀 大概到60%到70% 讓國軍只剩下30%的戰力 然後海面上的部隊 這是一個海面上的運動 但是不要忘了 最快速的是我們講的 直升機的機降跟空降 因為中共的直升機的話 1500架 拿1000架的武裝攻擊直升機 來用的話 因為它除了武裝之外 還可以做運輸 那運輸的話 一架直升機 最少可以載一個戰鬥班 這個戰鬥班的話 你將來動用1000架 1000這個戰鬥班的話 就將近有一萬人 是機降 可以機降到學校的操場 機降到高爾夫球場 機降到稻田 都可以 因為它要平的地方 然後搭配了空降作戰 空降作戰除了運8運9之外 也包括了我們講到的這個 我們講運20 運20在這一方面 這個可以運我們講的重裝 也包括人 也包括重裝 那這樣的話 變成立體作戰 直接就跨海過來 速度非常的快 那這邊071 072 075的作戰 那上面載的 也是武裝直升機 還有它的登陸的甲車燈 兩棲登陸艦 兩棲登陸 兩棲登陸的這種騰客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 也包括我們講的野牛級 跟野馬級的氣墊船 對台灣 換掉它三棲 從海上 從空中都可以 然後空中的話 又有直升機的機降 跟運輸機的空降作戰 整個就要封控 這很簡單 你看它最近的話 一直在北台灣地區的 包含軍艦 包含戰機的在這方面做西 目標就是北台灣 北台灣的狀況之下 它直接就封控 直接就斬首 直接就點穴 把這個作戰指揮中心 通通控領住 讓台灣的指揮系統癱瘓 然後這樣子的話 其他地方的用兵 它就掌握主動權 那作戰節都會掌握中共的手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發展的這些 包含的 這些各種的 5值8 5值9 5值10 5值19 5值20 等等都是對台用兵的一個 重要的工具 就是運輸 立體的運輸 立體的運輸 就頂到你直接跨海 所以將來海峽的屏障 海峽的天險天欠 這方面的功能 戰略的功能慢慢降低 因為它可以跨海過來 然後再加上搭配地面 這海面上的 我們講075 072 還有071的這方面 也可以牽制到部分的 這個我們講的 國軍海上的兵力 會造成國軍在這被多利分 然後至於航空母艦 中共不敢遼寧或山東 或者甚至像在成軍的附近 它在拒指外軍 就變成這樣子 把外軍做隔離 所以能夠對台灣的 這種戰略運輸後勤補給 或者後勤保障 給它中斷 切斷 讓人彎 因為台灣沒有陸上的補級線 靠海上 海上一被切斷之後 台灣只能獨立作戰 獨立作戰之後 對台灣整個戰略態勢會不利 為什麼 畢竟會立刻彈進言訣 因為現在的戰爭 我們從俄武戰爭 還有以阿衝都可以看到 就是火力的決戰 甚至火力大 所以我們會在第一時間 將火力就迅速用盡了 那又沒有外援的狀況之下 我們很容易陷入 就變成彈進言訣的窘境 是 好 將軍提到這個 071型的兩棲登陸線 文教老師我們要補充的地方 我先幫觀眾朋友稍微 做一點背景資料 這個剛剛將軍特別提到 這個071 它是可以運載50輛左右 各類的裝甲作戰車輛 那這包含了271的裝甲車 輪式 履帶式 步兵戰車 主戰 坦克等等 然後剛剛特別提到 還可以搭載這個運輸的直升機等等 現在請教文教老師有什麼 在這個071上面 您看到他在這個兩棲運輸 數據方面 您認為他已經準備充足了嗎 其實我們先介紹這個洞拐腰 其實他現在他一個成員 大概能夠裝兩個 這個所謂的陸戰隊營 超過1000人 那我們知道這個陸戰隊 他就為陸軍做前鋒 為海軍收戰果 所以他當然先在這個陸戰隊上來 那只是現在就洞拐腰只有九艘 已經在服役的 所以他載人 其實說真的加起來不到1萬人 但是一個要執行一個渡海 一個渡海的話 可能的便利可能要多得多 而在此外的這個兩棲作戰的環境 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他要牽扯到陸海空 包括他這個天電網 整個都是要 就是航空資源 火力打擊 跟後勤補給都需要有 所以此時此刻 光這個時候是很難支撐 用整個一個兩棲作戰 此外他的防衛力量的決心 其實他來台灣是有防衛決心 在所謂在包括海巡署 包括所謂的陸戰隊 包括我們所謂的海王部隊等等 繼續防禦 第三個是他運載能力的限制 因為剛剛講過 他載人其實也有限 所以他可能遲遲 可是他只是在做一個突破口 他登了突破 突破之後再來接著利用民兵 就民船來做一個結合他的大隊 因為民兵 民船 包括他的海警 這些都可以 他可以最突破口之後 他就 他你本身這些民船 是沒有所謂的防衛能力的 他透過先塗破這個缺口之後 再來結合這運送兵力 所以我們來簡單來看 應該把看成洞拐腰的一個兩棲登陸艇 他直接突破一個缺口 突破缺口 然後其實運送的部分 還是需要所謂的 海上民兵跟海警的運送 才能夠把部隊有效的 能夠送到台灣的陸地上 好 接下來謝謝老師 我們來持續看到 是另外一起事件 是最近有空拍機飛到我上空來了 我們來看到陸軍的 這個金門防衛的指揮部8日表示 在早上的9點還有下午的2點多 各式收獲了一架民用型的空拍機 接近了 我們來畫面上看到 包括這二膽島還有蒙湖雨 那警防部進一步指出 這個部隊依程序已經發射了信號帶來試警 並且以干擾槍反制 迫使兩架空拍機 後來是依著原路徑又飛回去了 好 現在無人機過去這個丟榨菜 都沒事 飛回被迫原路返回 國軍有作對嗎 將軍你怎麼看 我認為應該做得更積極一點 除了這個信號槍來試警之外 應該雙砂 雙砂就是軟砂跟硬砂 軟砂的話用干擾槍把它干擾掉 掉到地上 然後不要讓它飛回去 你的電波如果強一點的話 它不是受到干擾之後飛回去 它可能之後它快沒電了 因為它跨過來 一般來講這種沒用的 這無人機大概只有30分鐘 然後它從廈門飛過來 飛到大膽島 二膽島 或是蒙湖嶼 大概都去了將近10分鐘 然後停留只能停留5到10分鐘 就要回去了 因為它回去也要將近10分鐘 就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它不是干擾槍 讓它干擾回去 所以我認為雙砂 然後干擾槍讓它掉到地上 看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掉到地上 我們有沒有平占結合 萬一中共上面的 這個不是民用的無人機 它上面掛的是我們講的火箭彈 從火箭彈或者迫擊炮的榴彈 迫擊炮的炮彈 那個大概只有25磅 再丟下來 那怎麼辦 是這個狀況 第二個 如果軟殺不能成功可以硬殺 硬殺的話 我們拿那個槍枝或者什麼 把它做擊落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時候上一次的時候 還有那個阿兵哥 戰士 丟石頭都差點把它丟到 換句話 丟石頭都快可以丟到了 那個槍枝更近了 可以把它做擊落 我認為應該雙砂 要平戰結合來做驗證 因為如果將來在台風防衛之戰 如果戰場是在台灣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外島 他好不容易送菜過來 要來丟乳蛋丟炸菜 剛好我們來這邊做驗證 把它做擊落 然後變成我們的戰利品 所以我們應該繼續作為 不是只是信號彈 不是只是干擾槍 要雙砂 軟砂跟硬砂 然後就做一個實戰的驗證 將來的話也對台風防衛作戰 也可以這樣來做 如果只是太消極的 沒有去應對勿以勿送 這樣久了之後 我們在這一方面的作為 就好像在手段上面 好像就我們拿它沒有辦法 這樣子中共會得尊禁止 以後密度會越高 然後無人機的樣式也會不一樣 好 我們要強硬一點 那溫家老師 如果說我們再講嚴重一點 遭到風群攻擊 現在看到這個信號彈 干擾槍有用嗎 其實我來看 其實就干擾槍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最近我在一些媒體 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限制才能限制 我們知道這干擾槍 我們來看看干擾槍 這個士兵拿了這干擾槍 他只能說用目測 其實你的飛 那個無人機如果在 因為他現在都有 遠端的所謂的拍攝 所以你差點飛得很高很遠 你超過200公里就看不到了 尤其有時候太陽 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你沒辦法去限制 就沒辦法去限制 下面這個是無人機的一個反制系統 反制系統我一直在 也會議國防部 其實有效的應該把這個系統 要配備在金門 現在就我了解 先有配備兩套 一套是在大金門 老師我們放桌上 大金門叫馬山 小金門在貴山 你看它這個原型的部分 代表是它用一個所謂的主動雷達 能夠在6公里內可以 所以如果說下門過來就可以馬上反制 所以你看在大小金門 都沒有發生無人機的問題 只有在哪裡 二檔有 二檔其實說 它是在這個所謂的 無人機的反制系統裡面 它是監測不到的 所以此時刻最重要是要 趕快去配付一個 所謂的無人機的所謂的一個 干擾系統 才能做什麼事情 譬如它這個作用兩個 一個主動雷達是在6公里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 就可以干擾 然後另外一部分 一個被動就是說 它如果飛到差不多到2公里的 一個所謂的近線海域的時候 就可以讓它接擊 這樣子才能夠有效的 來進行所謂的無人機的一個攔截 或者你看光靠士兵拿著這個東西 他怎麼一個去對準 他對準不了 只有靠這個所謂的 很先進的東西趕快來處理 我覺得好像在兩年前 國防部都已經說要配付下來 但是我覺得他只是在做一個計畫 都沒落實下來 此時此刻我們為了要有效的 來防堵所謂的共軍 中共利用所謂的無人機 來做騷擾的時候 希望國防部趕快來 除了這兩個大小金門有配付之外 其實要趕快在這個大小 就是在大膽跟二膽 趕快部署起來 這樣才能讓 才能解決下面的官兵 對這個所謂的無人機的應處 做一個根本性的解決 我們要來帶您關心發生在4月3號 台灣花蓮縣東部海域早上7點58分 發生的這一起規模7.2的地震 是全台有感搖晃的 這場地震其實是自1999年 921地震之後台灣25年來 規模最大的一起地震 這一起意外根據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最新的公告目前造成了9死 而死傷的人數持續的在上升當中 來到了1038傷 國際社會也對這一起強陣發起了慰問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和美國方面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 先來看到的是美國方面 美國說正在關注台灣地震的報導 準備好提供任何必要的協助 那我們來看到國台辦的發言人朱鳳蓮 他怎麼說 他說大陸有關方面高度的關注 也誠摯的慰問台灣同胞 將會密切關注後續的災情與狀況 也願意提供台灣救災的協助 好 針對這個國台辦的發言 我們來看到我方怎麼說 這一次地震呢 陸委會是說地震並沒有需要 陸方的協助救災的需求 我們看到這個地震發生的當下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了 美國白宮跟國台辦都做出了慰問 當然災民的安置跟救援是第一要務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 現在陸委會的回應 感受上我們解讀 是看起來冷冷的做回決 這種回答是有政治的智慧嗎 有沒有更好的一個回答方式呢 還是這樣的回答是可以安排的 老師怎麼看 首先陸委會表示感謝 這個當然我覺得也是應該的 那麼但是陸委會接著說 沒有需要幫助 我覺得感覺上就多此一舉 因為事實上有沒有需要 這可以進一步去討論 或者就不用提這個問題 而你特別去講說沒有需要 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是反而是把原先的這種 一個比較正向的一個回應 打了一個折扣 當然我注意到就這一次 其實有47個國家的政要都陸續向台灣表達了關懷 那包括印度總理也向台灣表達關懷 因為這是第一次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外交部其實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統計 可是外交部的網站上唯一有回應的只有 針對這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所以包括連美國白宮也是他的發言人 這個瓦森提出來就是說 他們有在注意到台灣這個地震的事情 也隨時可以來提供協助 我們外交部在外交部網站上 我沒有看到有任何的回應 那所以你可以說其實對於陸委會 對於大陸的這個國台辦的表態 其實比對於白宮這個表態 還要多做了一步 可是這多做的一步 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 就是創造兩岸的一個正向的善意的一個循環 後面講這一句我覺得就不必了 那這個我覺得如果能夠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特別是大家都對於災情受災的這些民眾 表達關懷 我覺得這是跨越國界的 應該是可以建立不僅是台灣跟各國 而且是兩岸之間的一個正向的循環 老師那應該要怎麼回應比較適當 如果陸委會不希望多做回應的話 我覺得說感謝就可以 那如果陸委會希望能夠進一步來這個 來闡述的話 當然也可以多談一些兩岸的一些正面的事情 包括台灣一向對大陸也有很多的這個關懷 包括之前大陸有一些災情 蔡總統賴副總統都曾經表達過關懷 我覺得應該去強調這個部分 那大陸過去對台灣的災情也都表示過關懷 那這個我覺得其實應該把這個部分重新拿出來說 我覺得是有助於兩岸氣氛的一個環核 張靖老師 我想基本上陸委會這個沒有熟讀他應有的這個 應該要知道的法條根據災害防治法 第三條這個第一款第一點有關鎮災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假如是根據陸委會的他業務執長 根據陸委會的組織法的第三條第六款有關大陸的政策的溝通說明 這是他的執長 這個綠營執政到現在 誰該幹什麼 誰要有什麼權責 很多東西政府只要進退有方 舉止有節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亂的刀的大言 好 針對這一起事件 本來在這個兩岸關係緊張 我們可以趁著人家釋出善意嗎 我們就稍微也創造一些反應 做一個善的循環 現在看起來還有善的循環嗎 還是這個第一螺旋在持續的升高 老師怎麼看 這邊的話我先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有去講到 這有沒有需要這一個 那有沒有需要當然這個就另當別論 或者說實際上面 對方會提供什麼樣的援助 現在我們也還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我的話 他只有一些 目前來看他只有一些發言的一個狀況 那實際上的話我倒會認為 在有沒有要接受是另當別論 但是通常在這個救災 或者是在一個災害發生的時候 很多的一些 可能我必須說是詐騙 或是一些犯罪集團 他會趁這個時候去 偽裝成一個帳戶或是什麼樣 會讓這些很多人有善款 或者這些善心捐助的一些物資 不一定可以到達對方手中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常說 在這個災害的時候 不管國內外 你可能都要有一個統一的窗口 這個統一窗口 對方給不給另當別論 給了什麼 這也是再怎麼樣再說 可是至少你有一個 統一的對外聯繫窗口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才會去讓該給的人 給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同樣可以去做一個 對外的一個呼應的一個管道 那也同樣的 我們也會不會 我們不會希望一個善事 最後居然會變成一個 犯罪利用的工具 這是第一個我會認為 不管你要接受與否 可是你要有一個在這裡的一個窗口 最大的罪犯很可能是政府 那個高雄氣泡案 最後捐了錢拿去做公共建設 送揚高雄市市長的政績 那個政府才有可能是最大的罪犯 這個就另當別論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做這個更深討論 那再來的話就是回歸到 剛才有說一個善的循環 跟這個惡意的一個 敵意的一個螺旋 其實這邊就是我們 剛在國際關係裡面 經常會去講到的一個建構主義 到底你是康德文化 洛克文化或不是文化 取決於你怎麼去看對方 但是現在對中國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認為 中國現在其實是很明確的是 沒有錯 我會有跟台灣接觸的一手 這一邊可能是國台辦 或其他的單位 但是我軍方這一塊 該做的事情 該做什麼事就會繼續去做 所以其實有時 我們在面對兩岸關係的時候 倒也不能把它全部把它 扯在一起一起看 因為一定會有一些人會說 OK 即使現在這個國台辦 有這樣的對我們來說 是比較友善的一點的發言 但是他的軍機 他的一些軍艦 還是有一樣的一個動作 這兩者之間是不是代表 他這個中國這邊 什麼出爾反爾等等的 我倒會認為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是並沒有那麼直接 反而是現在他會做好的事 各部門要做好各部門的事 那也同樣對我們來講 國防會歸國防 可是現在就中國來說 他在對我們施出一些善意 或者是對我們有一些互動的過程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一個應對 要讓一些能善的地方 或許有善的循環 那這一邊是不是回歸到人民文化 或者是一般不會涉及 國防外交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國防外交 我們該怎麼應對 我們就是照表操課 在我們既定的一個路線 來做一個規劃 因為畢竟中國 他一定也是有這樣的一個規劃所在 好 老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們持續來關注這個國際焦點 除了關注在聚焦台灣之外 我們來關星道的還有習拜會在4月2號 前兩天通過電話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位俄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立刻宣布了外長拉夫羅夫將會訪華 和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來會面 俄羅斯的外長部發言人 這一位是扎哈羅娃 我們看到畫面 表示兩國的外長將會討論 他提到說接下來會討論很多的議題 幫觀眾朋友稍微念一下 他說這當中包括烏克蘭 亞太局勢 還有磋商這些雙邊合作 聯合國 金專國家 居團體等等工作 講了這麼多 俄羅斯的佈局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 時間點真的很近 就在我們剛剛提到 美中領導人通話不到48小時 現在莫斯科突然說要仿中 這第一點 第二個 剛剛說了 他談的議題一大堆 好 繞來繞去 到底他的政治外交目的 意圖是什麼 現在美中關係好像有 讓他特別緊張嗎 左老師怎麼看 首先這一次俄國外長去訪問北京 主要當然是為了普丁要訪問北京鋪路 因為普丁已經說了他今年 他今年要以中國大陸作為他 連任之後首個出訪的國家 那現在大概傳出來就是說 大概5月會出訪 所以當然雙方去討論的議題會很廣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俄國外長主要的目的 應該是為了普丁的訪問去做準備 但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目前中國大陸方面還沒有去證實這個消息 而是俄方先發布了這個消息 這跟過去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為在過去幾次中俄雙方的這個外交的互動 甚至包括元首的這個出訪 都是俄方先發布消息 中方都沒有第一時間的回應或證實 所以這一次當然你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俄國很精心的在規劃跟鋪墊這一次的訪問 當然這個時候訪問其實有幾個重要的意義 如果我們來看整個雙方的政治議程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要平衡這個所謂的中俄跟中美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個就是大家現在看到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對中美關係是非常重視的 但是最近因為習近平建了所謂美國工商界的代表 之後在大陸的媒體大概又討論了蠻多 中美怎麼樣能夠健康穩健的發展 中美關係怎麼樣健康穩健的發展 所以他做了很多國內的工作 在所謂促進的中美關係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說從俄國來講 他當然會擔心說被邊緣化了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 這也反映出來說 其實中國大陸在跟俄國交往的時候 他比較沒有國內的一個壓力 可是在跟美國交往的時候 其實他面對到國內是很大的一個壓力 這個當然也就反映出他的一個國內的現實 不過整體來說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交往 跟中國大陸的互動這個時刻來講 可能最關鍵的還是在烏克蘭的問題 烏克蘭如果下一步要進入談判 那中國大陸會持什麼樣的一個立場 會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相信這個會是普丁跟習近平見面 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好這一次見面主要是這個 二方是主怕被邊緣化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接下來還有這個烏俄戰爭 接下來要怎麼樣繼續打下去 同樣要訪問中國大陸積極交涉的 我們看到是在這個美國方面 還有財長葉倫 好是在剛剛老師幫我們提到了 這個美國代表跟習近平見面之後 接下來是葉倫他要來去見中國大陸了 我們來看到四月份訪問中國 這是他時隔九個月之後將成為他再度訪問的第二次 就是拜登任內第二度訪華的內閣官員 葉倫他這次訪中的目的他說他要來聆聽企業目前在中國一個投資的狀況 而且還有面臨哪一些挑戰 那預估也會涉及到中國政府對企業補貼的等等問題 還記得嗎他曾經批評說那個 陸方過度的補貼太陽能板跟電動車已經對產業造成衝擊了 我們可以感覺得到這個葉倫 仿中行程聽起來比較像是他是要去處理 解決中國大陸目前沒有處理好的一些產業問題 另外我們也看到針對這場葉倫行 央視旗下的微博公眾號預約談天也指出 如果說美方要不需此行就要先想清楚 他是要堅持己見還是會妥協 產業面的方面我們也來關心葉倫他會不會施壓比亞迪 尤其現在他在特斯拉上面面對的是價格戰的挑戰 張靖老師怎麼看 其實不光是價格戰而是整體性價比 我覺得大家應該左眼到其實這個BRD不僅是就是一般的 就是大家客用車這個 他特別要去開發就是特種車輛 特別是就是重複合的工程車 調整車 舊物車 推土機 這個壓路機 公共交通車 重操作的這些車輛 而且他也特別要強調他的電動車的環境耐受性 也就是說他要能夠進入到高熱的環境 酷寒的環境 潮濕的環境等等 我們前段日子不是聽說這個就是到了那個 嚴寒的時候結果所有的特斯拉全掛了 結果比亞迪還可以照樣去操作 所以它不光是價格戰 這個中國製造太可怕的地方就是 性價比之中是別人望塵目擊 不光是因為賣的便宜 而且確實是很多 我們高雄市公車就是比亞迪啦 高雄市的電動公車就是比亞迪啦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今天想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預 然後去指控別人去就是貼補 那請問一下你美國不也貼補Intel嗎 你不也貼補這個台積電要去做晶片嗎 所以對於策略性的產業發展去貼補 這是正常的 那葉倫假如去那邊說要傾聽這個企業 你要是真正要聽企業的心聲 你跑到中國大陸去聽 還是應該留在美國去聽 人家願意來跟你談 必然是美國企業 之所以要在那邊去投資 那你要去把美國企業找來的話 你為什麼不再自己本土招來 而你跑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是覺得它台面上講的理由是一套 它真正要去談的是 我想很多人都在猜測 就是說中國大陸到底還不要再繼續買 美國的債券 美國很多的財務調度周轉不離 葉倫已經好幾次在那邊發出哀鳴了 所以在這個時刻非要去 我想這個講得不好聽一點 是這個面臨要掉頭寸的問題了嗎 好在產業上財經上 我們來看到 剛剛葉倫已經做出了這麼多的努力 那主要都是要對抗中國大陸的崛起 那美國說在產業上做努力 我們來看到在軍工上面 現在來說要來加強和同盟國的合作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的副國務卿坎伯 畫面上看到 他說美英澳共同投入的 AUKUS的潛艦計劃 對於台海在內的狀況 都能夠造成巨大影響 這話出來是立刻讓人想到 澳洲更改了潛艦買家 是不是它一個國防上面的戰略考量 因為根據了解澳洲 它本來國防部是曾經拒絕要採購 法國的魷魚級的裁電潛艦的 後來改向AUKUS買這個核子動力潛艦 看好的就是說 它可以長時間的行駛在台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坎伯的說法是否就驗證了說 接下來AUKUS將會佈局在台海 英勇老師 這一邊的話我們要先講 這個澳洲對於美國來講 它的一個重要性在哪 我個人會認為它最重要的 就是在地緣戰略這一個部分 特別不只是南太平洋 今天對於美國來講 如果今天澳洲這個潛艦的 這一個不購買 從原本法國的這個裁電潛艦 到後來它開始購買 是美國的核子動力潛艦 這一點其實對於美國來說 等於它在南太平洋這個地方 有了一個潛艦的潛艦基地 甚至是潛艦的維修後勤補給基地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我們先把時間拉回到2021年 2021年的時候 海狼級的康乃迪克號 這艘潛艦 傳聞說它是在南海這一邊 可能水下有一些撞擊的事件 OK 那這艘潛艦 它後來第一個它上浮之後 它去哪裡做維修 首先我們第一個會想的是 它怎麼沒有去橫須賀 去日本維修 因為日本這一邊 它基本上它不會希望讓一個 有可能受損的核子潛艦 因為核子潛艦如果你受損 會不會有核子外洩的一個問題 這一點對日本來講 它是非常的一個重視的 所以它沒有在日本進行 初步的維修 反而是一路切領挑挑 第一步居然到了關島 那在關島進行初步的一個 回損的一個這一個檢修之後 後來才到聖地亞國 到了聖地亞國之後 最後才回到美國的東岸這邊 來去進行維修 所以其實可以去看到 今天一艘受損的潛艦 它必須要從在南海這一邊 到關島去做維修 如果今天它把在美國 在澳洲這個地方 有一個維修基地的話 是不是今天這些受損 或者是未來這些潛艦 有可能是把它放置到澳洲來呢 所以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今天的這一個 阿古斯也好 或者是這個澳洲的潛艦案 它其實是有一個 地緣戰略上的一個規劃 那當然我們也要去注意到的 就是說澳洲的這個潛艦 如果說它是航行時間 或它的戰力 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不是只有澳洲 而是把美國 可不可能在這邊 去使用它的基地 一起把它結合來看 甚至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最近中國 它會積極的在南太平洋 不管是所羅門群島等等 在這一邊 會希望有一些作為 也是希望能夠在南太這個地方 去阻止也好 去牽制也好 去造成澳洲支援台海 這一邊的一個限制也好 這一邊其實都是可以去看到 美中兩邊在這一個太平洋 甚至是我們看到 在印太這個地區的一個 地緣戰略上的博弈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 美中兩大國最新 在印太地區的競爭 還有他們在軍事上面的 部署的最新狀況 好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的 太平洋的陸軍司令弗林 在6日他說 美軍將會在印太地區 來部署陸基的飛彈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的包括了兩款 先來看到這個是標準 六型的防空飛彈 還有另外一個是戰斧巡弋飛彈 具體時間現在說 還不能夠來做透露 那專家是普遍猜測 美軍要部署的這個系統 可能是代號為堤風的陸基飛彈系統 那可以發射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這個標準六型的防空飛彈 它的射程部分 現在來到了400公里 可以攔截彈道飛彈 好 戰斧巡弋它的功能 我們來看到是次因素的巡弋飛彈 能夠打擊比較遠 達到了2500公里以外的目標 我們看到海上先前 美軍的第七艦隊 長期有這個陸線的 在第一島鏈內的巡航 然後攜帶的同樣 包括了這個標準六飛彈 還有戰斧等等 在中國的家門口 那現在我們來看到 是在陸上的 也有這個陸基系統 戰略意義是什麼 大宗老師 我覺得弗林將軍 這一次的宣誓 他特別講到說 部署的地點跟時間點 他不會透露 因為先是到一些機密 跟機密性的議題 但是一般認為 的確是有可能部署在關島 那你要防範對方 對象到底是誰呢 一般來說 有可能就是北韓 甚至可能中國大陸的機率 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這個TWS提風 這個是一個陸際的 飛彈發射的系統 所以包括剛才在自卡裡面 特別提到說 特別鼎明說可以設這個標六 還有所謂的戰斧 那標六基本上 原本是海基為主 還可以做防空攔截彈道飛彈 甚至在某種情境之下 也可以作為反艦來做使用 對 那戰斧基本上射程在一兩千公里 它是具有長程穿透性的攻擊的 這種飛彈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 美國是希望透過陸基系統的多 比較靈活的運用 能夠增強它攻擊跟防衛的能力 那這點其實非常關鍵 而且這個系統TWS 基本上大概是運用到海軍的 MK-41垂直發射系統的一些技術 以及神盾的一些射控裝置 是息息相關 那標六我們也知道 它基本上是標二的一個性能的提升 它的打擊的距離更長 那戰斧當然有很大的一個 強而有力的攻擊力道 對 我覺得基本上 美國做這樣的部署 基本上是放眼於它可能遇到的 一個軍事上的威脅跟打擊 那這也可能跟2019年 美國退出的中程彈道飛彈條約 是息息相關 因為中程彈道飛彈條約 INF基本上是在雷根政府時期 1980年代 它談了好幾年之後 才談成在1987年簽訂 我們特別要關注到 包括了東風26跟常見10等等 現在有了這幾款之後 就可以往第三島鏈前進嗎 我們講的包括了關島 夏威夷 甚至我們說在日本的通繩這個部分 總編怎麼看 解放軍的中程飛彈 確實數量品項越來越多 除了傳統我們認知上 陸基的包括東風21D 東風21系列 還有東風26 另外還有極音速的東風17等等 另外它空射的還有長見10 還有最新的珠海航展 它所展現的英級21 這種超音速 極音速的這種空射的飛彈 其實都讓它的中程飛彈的武器庫 越來越豐富 而且它是具備核長兼備 既可搭載傳統的高爆彈頭 或多任務的各種特殊彈頭 還可以搭載核彈頭 但我們知道這些中程飛彈 對於一個像專業的拳擊手 比如拳王來講 他只是你的拳頭 你可以打得夠準 打得夠狠 打得夠破壞力夠強 但真正厲害的是拳王他的洞悉 你對手一舉一動的能力 還有精準的判斷能力 這個就要涉及中國大陸 過去十幾二十年 它整個衛星相關的指管通勤體系 不斷的精進所帶來的一個加成效果 比如說精準定位 你能掌握對方的這個 還有自己的位置 這個北斗就很重要 另外高分衛星能精準判斷出 你對方的精緯度 此外像各種通訊衛星 海洋監視衛星等等 這些整個體系 是讓這些中程飛彈 能夠發揮它功能 發揮它強大的威力 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原始我們常常談到解放軍的 這種飛彈的武器庫 事實上它更厲害的基礎工程 正是在太空中運作的 各種衛星體系 再加上這幾年 它的無人體系越來越發達 我們知道像無針7 無針8 還有各種運用的 各種無人機體系 不管是偵查或查打議題 事實上都讓它整個 堅針體系更為完善 而且可以相互彌補 我認為解放軍這種 中程飛彈的打擊能力 目前可以說全世界首居一指 而且別的國家很難複製 即使美軍加快腳步 我認為它也只能逐漸追上 特別是我們看到 美軍部署戰斧飛彈 不管是海機或陸機 但戰斧飛彈 這種次因素的巡弋飛彈 在俄國戰爭其實已經證明 它在面對先進防空系統的時候 它經常會被擊落 它能突破對手防禦能力 其實相對有限 而在此的話 你就必須要操你的 極音速5的武器 比如音速5馬赫以上10馬赫 在這個部分 其實解放軍它也有很強的實力 因此就中程飛彈 這個飛彈競爭來講 我必須說 目前美國確實對應中國大陸來講 它遠居於下風 好 看完軍武 我們再來看到美國 現在如何來拉邦結派 在印太地區的佈局 我們先來看到畫面 上面板 這個美英澳 現在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最新布局 是說AUKUS 8日要宣布 準備啟動的是AUKUS的第二支柱 相關的談判 希望能讓日本 加入這個防衛同盟體系當中 來一起對抗中國大陸 第一支柱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 主要是聚焦 畫面上您看到 讓澳洲也要獲取核動力的潛艦 第二支柱則是涉及到海峽戰力 還有極因素 武器 量子運算 人工智慧 網路科技等等 另外我們也再來看到另外一頭 在進行的是美飛澳日7日的時候 在南海他們一起做的這一場軍演 同一時間我們看到中國解放軍 也同樣在南部戰區實施聯合的海空戰巡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的印太戰略 主要都是靠著拉邦結派 對付中國大陸 那現在中國大陸接下來 會如何來做接招呢 像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拉邦結派 真的不斷的擴大 印太的部分 現在日本 菲律賓都進來 不過我們可以從這次原來 這個美飛澳日的這個南海軍演 那麼一軍演 中國大陸就立刻也軍演了 所以這個接招就是這樣 也沒有考慮 其實就直接面對 我認為現在整個中國大陸在這個所謂前行 第一個這個前行是個戰略的結盟 這件事情上中國大陸並不是沒有準備 其實美國的印太的意圖 這些年來一直很清楚的 所以究竟怎麼接招 認為第一點就剛剛總面積講得非常詳細的 就自己各式各樣 特別是在整個軍力科技的這方面研發 要遠遠的甚至要贏過美國 特別是在海空軍這方面來講 我想中國大陸尤其在海軍這方面的表現 這件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這第一點 第二個其實我想在整個印太這個概念上 雖然聽起來這個拉邦結派好厲害 但總體來說以菲律賓南海來說 它還是菲律賓的領海 也就是說就如同面對先前越南的問題一樣 坦白說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的途徑 它並不只有軍事對抗而已 它透過政治 透過軍貿的方式 比如像越南的方式的這種南海的問題 就可以有一個多方面的平衡的切入 可以讓它消緩 所以菲律賓終究來講本體還是菲律賓 雖然背後是美國撐腰 但菲律賓要如何透過這種政治外交經貿的戰略當中 去消解這方面當中的這種嚴肅性或這種凝固性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第三點我想表達的部分 其實中國大陸在最近我特別注意到 現在中國大陸在有一些新的不太一樣的解放軍 它在不同軍區 我們過去認為南海或台灣問題 它大概都是東南海的這個部分的軍區不是的 最近我們都看到很多的資料顯示 中國大陸在面對整個印太的問題 你可能包括東北西北都有局部的軍力的部分 在因應東南部分的沿海需求做特別的訓練 包括可能陸戰或等等 他們這種立體的布局訓練不再像過往 軍區你南海地方就是南邊 南邊的海空軍軍力沒有 它現在作為各軍區的立體的訓練 局部的分工 這幾年變得非常非常靈活 就如同同樣的 現在在中國大陸對於用海警 用漁船 這方面的分層的這樣子的 所謂的民間的力量 或包括海警的力量 同時具備武力 所以它整個立體布局 它就不是過去 我們看到美國菲律賓 它就是海軍在處理 這幾天我們看到海警 在台灣的東邊的海域當中 大體量的在做這邊很多的這種巡防跟監視 很多人認為它就在測北斗衛星 軍事的地方的運用 也說中國大陸對於軍事的對峙這件事情 可不是就只有軍隊 海警到甚至漁船 在南海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立體布局的動員 還是有些招的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往南海繼續走 11日這個登場的是另外一個峰會 是每日飛 接下來會在11日舉行 那我們來看到金融時報 已經率先披露 說拜登預計會在這個會上 就中國大陸在南海的軍事活動 來發出警告 而且這個當中特別強調說 一旦中國在南海襲擊菲律賓 恐怕就會遭到美國的嚴厲反擊 我們想要來看看說 這個美方又是如何定義所謂的襲擊 如果我們只是透過水砲攻擊 或者是船艦衝撞 這算是襲擊嗎 大宗老師 我覺得這存在很多的灰色地帶 跟模糊的空間 因為我們知道美飛 是有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的 菲律賓在美國 對美國來說是在亞太地區裡面 很重要的條約盟國 因為這幾年 尤其這兩年 中飛之間因為南海的爭端 不管是黃岩島 不管是相關那些議題 就吵得很兇 所以菲律賓也屢次要求說 美國要基於條約的義務 要有所表態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的出現 一般認為說在美日飛峰會之後 有可能會宣布說 美日飛在南海地區要聯合的巡航 這點是可能的 但是假設是水炮互相的攻擊 我覺得美國所能夠採取的立場 跟它的能夠採取措施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我覺得重點是 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是在下圍棋了 美國基本上有三步 第一個是傳統的條約盟國 一對野 第二個是小多邊 就是像這樣 美日飛 就像是去年的美日韓 或是美日英澳 或是美英澳 AUKUS 這些都給予美國很多的 一些很彈性的空間 但也不要小看 中國大陸也有它的堅強的朋友圈 所以美國也有某國體系 中國大陸有這個朋友圈 就是看最後這個大的危機 大家是怎麼下勝負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可以判斷 要一定的時間 是 謝謝 謝謝大陸老師